大陸70萬村莊負債近萬億 分析說危及中共合法性 中國年輕人斷交社保登熱手榜首 素虎說養活比養老更重要 北大河元老集體發難 曾慶紅狠批習近平 普金匯武器換糧食 或者是中共造機局背景不簡單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9月7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中共除了大約有120萬億的地方債 出現爆波危機之外 地方村鎮的債務也不容忽視 中共農業農村部的秋仰調查顯示 直照2019年上半年 全國70萬個行政村 村級債務總額達到9000億元 村級組織平均負債達130萬元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副教授孫國祥表示 中國農村債台高築 令失業的農民斷了生活退路 大陸工農階層都頻繁破產 危及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而且債務又高升 那共產黨最基礎的兩個基集 現在都面臨問題了 下面一個階段就是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陸媒《中國新聞週刊》9月4日報導說 近年來幾位專家去了多地村莊進行調研 專家說他們所調研的村莊幾乎都有債務 中共政績工程下的利益合謀是村級債務形成的內在動機 江蘇宜興時事評論人士張建平認為 中共體制下的這些所謂隱形債務 最後都要由村民來承擔 將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 最近微博話題 斷繳社保的年輕人都是怎樣想的 同七險三金多了邊兩險邊兩金登上微博熱搜第一 引發民眾熱議 所謂七險三金比原來的五險一金 增加了商業險和長期護理險 以及企業年金 還有政府新推廣的一金 亦就是個人養老金 相關話題沖上微博熱搜 很多民眾對當前社會福利和勞動者權益表示不滿 這次新增的兩險兩金的目的很明確 就是收錢 前面兩險是收公司企業的錢 後面的兩金是收個人的錢 那麼就是說政府沒有錢去承擔 國庫已經空了 他希望通過割韭菜的方式呢 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是一同割 所以表面上看這個詞語很好 但實際上增加了所有人的負擔 包括你辦企業的負擔 中國很多年輕人都開始考慮一個問題 導致社保是為了養老和穩定 但如果當下沒有工作 還需不需要交社保 在微博話題斷繳社保的年輕人都是怎樣想的 下面有不少民眾對未來持悲觀態度 認為養老對自己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話題 民眾紛紛留言說 現在連飯都快沒得吃 社保保誰 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一是沒有錢 而是退休一直在延遲 快等到歲數又延後 永遠拿不到 我覺得社保最大的功能不是養老 而是那個綁在一起的醫保 醫保才是拿命 昨天見到老家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又加價了 完全就是溫水煮青蛙 因為這涉及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 所以所有人都關注 現在中國的現狀又是經濟不景氣 尤其是年輕人 其實生活壓力非常大 而且對未來看不到希望 所以才有之前的所謂躺平一族 經濟下滑 失業情況嚴重 民眾鐵文指出 中國近期有3,800萬人中斷養老保險 更有4,300萬人直接退出 但是目前我交納的養老金 將來你還給我 我還還不來 既然是虧本的話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呢 所以這些問題就提下了兩點 第一個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困難 除非民眾的收入下降 企業困難 第二個呢 就提下了大家對那個政府 這個政權不信任 有民眾回應表示 現階段社會的非可控因素太大了 疫情這幾年 很多人都崩潰了 認為錢都是掩在自己的手上最保險 大家只能顧慮到現階段的生活 講到底 最是對未來經濟前景不抱期望 近期 缺席成為習近平的常態現象 河北洪水期間 習近平長時間引申 南非金磚峰會缺席重要演講 而即將舉行的G20峰會 習近平亦罕見不出席 近日深間中國新聞的《日經新聞》 資深編輯《中澤勝2》 9月5日發表文章 披露習近平 近期連續缺席重要場合 與今年北戴河會議上激烈的中共內鬥有關 一批退休的中共元老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向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嚴厲艱言 認為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動盪 如果持續下去會失去民心 中共政權將會不保 文章內直接點名 為首的中共元老 正是84歲的曾慶紅 這個與之前傳出的 江澤兩派激烈內鬥的消息吻合 江澤民死後 曾慶紅被普遍視為執掌江派的老大 根據知情者透露 北戴河會議前 這些元老曾在北京郊區開會 會議開了一天 他們要求習近平採取有效措施 因為不能再發生更多混亂 達成統一意見後 又部分代表前往北戴河 向習近平發難 元老代表指責的問題 不單止是當前受到全球關注的中國經濟低迷 而且還涉及到當前深刻的政治和社會等廣泛問題 事後沮喪的習近平自覺委屈 召集身邊親信 吳沉上地怒指老人乾淨 認為當前的所有問題 都是前三任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留下的黑獲 射到自己身上 習近平還委屈地表示 過去十年一直在解決這些問題 但解決不了又怎能都怪自己呢 文章提到 如果仔細品味習近平對親信講話的子女行奸 就能聽到他內心的怨氣 為了解決今天遺留下來的一個個重大問題 所以我委任了你們 這是你們的首要工作 也是責任 習近平對親信的訓話 既有鼓勵 亦有強烈的憤怒 消息人士透露 現場目睹了習近平的不悅和怨氣 跌親信感到驚恐 特別是地位排名第二 主管經濟的總理李強 更感到責任重大 文章最後中提到上星期四突然在敦煌露面 並引發異議的中共前總理李克強 李克強被習近平收回官位後 自然變成了中共元老 參加了今年的北道侯會議 上星期 網上突然熱傳他現身敦煌 受到民眾歡迎的影片 但很快被當局刪除 文章認為李克強現身背後 亦是這次元老嚴厲艱然計劃中的一環 李克強因此而忘於元老在幕後制定的應對措施 對於日經新聞的報導 外界認為報導揭示出當前中共政局不穩 特別是習近平連續出現奇怪現象的內幕 但亦質疑大量元老能夠在一起聚會的可能性 根據中共在二十大之前 在2022年5月15日 由中辦印發了一個 關於加強新時代 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 要求離退休黨員幹部 嚴守黨的紀律、規矩 不得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 以及傳播政治性的負面言論 對於軍隊來說 曾慶紅過去其實好像也沒有太多的控制 所以如果他的救部仍然只是在國安和政法系統 發揮作用的話 他跟習近平較量就是完全不可能 歷史文化學者張天亮分析認為 如果日經新聞引述的消息原可靠 最會召集人又是江派大佬曾慶紅 說明曾慶紅在軍中還有一定的影響力 除非曾慶紅他控制了一些軍中的力量 否則的話他是沒有左右政局的能力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最近一段時間火箭軍出現重大的人事變動 就是顯示出習近平似乎對軍權的掌握不是很穩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計劃今個月前往俄羅斯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 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亦備受關注 多間傳媒援引美國官員的消息稱 金正恩與普京將探討平壤 向莫斯科提供武器的可能性 以幫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 目前俄羅斯和北韓都沒有就此事發表官方評論 兩人的會面地點亦不明確 美國政府之前曾經表示 最新的情報顯示 俄朝兩國正在積極推進武器方面的恰談 由於受到西方制裁 俄羅斯很難從外國購買武器 之前有美國傳媒披露 中共今年向俄羅斯出口了大量軍民兩用裝備 但從未公開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今年7月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訪問北韓時 中共也派出高級代表前往北韓 三國罕見同框 大蘇親密團結 現在爆出北韓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消息 令外界關注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金正恩與普京上一次會面 在2019年 地點是俄羅斯遠東城市海參威 這次如果成行 將會金正恩在疫情爆發三年來 首次出國外訪 普京與金正恩加強軍事合作 令外界擔憂 俄羅斯未來可能會向北韓提供先進的武器技術 而幫助它提高核武能力 加劇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但也有分析指出 北韓軍事過於強大 並不符合中俄的利益 眼下北韓更有可能從俄羅斯獲得的 是糧食和經濟援助 據紐約時報報導 預計這次金正恩 仍有可能乘坐它專用的裝甲列車 前往海參威和普京會面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